今天在郑州去喝一个一块钱一碗的胡辣汤 下边 下边是吧 往前走 好嘞 谢谢 接着往前走 记得在哪不知道 反正大哥就说往前下去 下去 对 这是一条 也是个老街 老街 老城区 咱俩经常混迹于这种地方 就对 这个味就对了 这种地儿的味都不会太差 对 哇 这就到了 对 就这儿 没门头 没门脸 就一小窝 还能喝胡辣汤呗 没有胡辣汤 还有啊 有 好 现在多少钱一碗啊 一块 就怕喝不上 他们说你家过了8点多不好喝上 赶紧来 是8点多就关是吗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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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一点 好 外边吧 外边吧 满蛋 都是自己熬的是不是 这个 后来自己有家伙的 那你这干早餐起挺早吗 那还不是两天就起来了 两年起来 两年 这么多年一直两年起来 一个豪辣汤 胡辣汤一块钱卖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都是一块啊 哦 就这胡辣汤 面筋 豆皮 粉条 不烫你了 对 不烫你了 那我们要新鲜出炉的吧 好 要这儿来 要这个 还有菜酒 这个菜鸟里边是啥 酒菜 哦 酒菜 粉条 哦 酒菜 粉条 哦 豆腐里边 哦 哦 都是一块 都是一块 菜鸟也一块 哦 然后胡辣汤也一块 郑州的物价 让我们俩惊到了下巴现在 我喜欢这儿 我刚才是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就一直是这个价没涨了是吧 哦 你那粥几块啊 也是一块 也是一块 里边是豆腐是吧 豆皮 对 豆皮 然后有粉条 嗯 就是这样的 素胡辣汤 看啥啊 我刚才说了咋吃 胡辣汤不知道咋吃 他们都是把这个油条 泡在胡辣汤里 对 泡在这里边 可以 这胡辣汤可以腌万物 腌包子 他们吃包子也是什么吃的 一会儿可以腌菜脚 我先浅尝一块 是河南的味儿 是河南的味儿是吧 这胡辣汤 这种方法吃法就是 又能喝着胡辣汤的味儿 然后油条又有味儿了本身 我刚才说你这个方法 浇的完全对我告诉你 嗯 可以哦 可以哦 因为老的小区里面确实热闹 特别有收获提醒 我不管 默默加起了第二个油条 韩蓄点 你这吃法一看就是 跟本地人写的 嗯 本地大爷一看 我都觉得有些异样 大姨大哥 扭头瞅着吧 我玩胡辣行 多往右 赵蒜燕 咬个不带劲 热死我了 没了一身汗了已经 这方法怎么样 先尝好胡辣 这么辣呀 还好挖我今天呢 这个劲儿挺足的 一块能做到这个味儿 是很辣的 没有想到的 又辣 然后那个胡椒的味道也特别重 太浓了 白一点 怎么白一点 要是我的话 其实一碗胡辣汤一根油条就够了 两块 足以 价格再高点就三块 您就是上五块 咱这能排上名 哈哈 哈哈 吃饭 非常的饱 现在 人越来越多 他们这吃饭好晚 八点还这么多人 九点就喝不上了 对 卡着点 走